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是做了整个櫃 后期我们住进来的收纳是完全没问题的 空间很多 这个套房整个开间是4米2的开间 4米2的开间 跨海大桥 还有沙滩 这间屋的潮向是一个座不潮难的潮向 现在热主放价放到320万 相当于是一个腰增的价钱 是的 以前买过了 买回来的话价价大概是60万左右 60万 真是五折 Hello 我是喜家阿南 上一个视频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我也是介绍过这个合正东部湾的两个积 一个是47个积 一个是64个积 今天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另外一个单位 55个积 还有我身后这边 五点钟就能看到 我这边景观是否有比 十两个积 有没有差别 是否更好 还有上一个视频也有看过 外面有很多游艇 很多游艇 和合山的大桥 今天我跟大家介绍的是55个积 总价是33万就可以拿到这个单位 还有很新 里面的景观一样漂亮 事不宜迟 我们先去看看 Hello 我是喜家阿南 今天你很高兴 从那个我的同事阿丽 跟我一起来拍下这个合正东部湾的单位 阿丽也介绍一下 和大家介绍 Hello 大家好 我叫 艳丽 所以大家可以叫我阿丽 或者艳丽都可以的 现在的话 就由我和我们的男哥 和大家一起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合正东部湾 这个55平方的单位 首先进来我们这个位置的户型设计 我们的左边是做了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电池炉 这个抽油烟机和这个厨柜已经设计好了 我们的右边 又来这个位置 是做了一个干渣分离的洗手间 是的 还有一个洗手台 这些已经是全部设计好了 所见即所得 我们现在这个装修 这个就是交楼的标准 大家可以看看 这边就是南浴间 南浴间 应该是干渣分离的南浴间 这边看上去 差不多是旧位置 洗手台 和这边是座廁 那边就是春客厅一起的 这个户型的话 它是做了一个开放式的设计 客厅和我们的休息区是一体的 那我们这个热主的话 它是做了一个整场的一个櫃 那后期我们如果住了进来的收纳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空间很多 很大空间 这个套房的整个开间 是去到4米2的开间 4米2的开间 4米2的开间 真是很幅 很幅 你看看这个衣柜全部都整好 这边一排这样过 你放多少东西都没问题的 你看这边的电视背景 电视也有 电视也有 不是很大 32寸左右 那边镜头走过去 那边是介意的说法 是 介意的说法 就是 两三个人 三四个人再坐你 没问题的 一个会客的区域 这边是小的吧台 这个算是小的吧台 简易的 这边就是床 床呢 它是做了什么五个床 它本身这个单位是做了民宿的 民宿的 它都有出租的 一天都有正常的标准收费 就是一买相就是两百多元 有些如果是高峰期的情况下 可能三百多四百多元都有可能 旺季的话可能是三四百元一晚 来到这个阳台的位置 我们这个热主是将阳台做了一个风窗的处理 同时我们在这个阳台这个位置是做了一个洗手台的位置 洗手台 热水器上面 这些标准已经全部装好了 下面已留了一个洗手台 下面这个位置是预留了一个洗手台的位置 另外呢 这个业主呢 它是装了一个电热水器 如果我们不喜欢用电热水器 如果我们在这边煮饭的话 我们也有很多热水器 在这里住的热水器 他们会将厨房 改造成我们这个阳台的位置 都可以 都可以 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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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的话呢 我们从这里看出去 这个位置 用下面看好一点 是 下面又 蹦下下面看 景观更加漂亮一点 是 因为上面是 原主做了一个 沙窗 如果后期呢 如果粉丝不喜欢 可以那些沙窗 把他捆到玻璃 这样的景观 就像现在这样 看上去这样 更加漂亮 这样康复的 外边的景观 跨海大桥 还有我们这个沙滩 这间屋的朝向是一个座北朝南的朝向 手机 南北朝向 所以这个位置 这间屋的朝向是非常之好的 座北朝南 很多游艇 你看看很多游艇在这里 游艇现在游艇的位置 游艇的码头 海沙滩 或下面那些别水区 有一样游艇 是000是000 kans 潮南和南北通透 有一些风很大 可能夜主 可能河里亚风 Saf 也有枝 做了封艇的处理 封艇之后 北面房间门打开 这这个位置 封也不会太大 这边也做了沙冨 overlOT 是比較乾淨的,沒有蚊子,會比較乾淨 這個陽台平方也很大 陽台的空間和房間空間是一樣的,是四美億的 如果是客廳的房間空間是四美億,這邊也是四美億 這邊的空間空間也有八個職,這個老台有八個職 這個價錢是多少? 這個價錢是55個職,352萬是嗎? 現在業主放假放到32萬,相當於是一個腰賺的價錢 是呀,以前買的,可能是買的 買回來的話,總價大概是60萬左右 60萬,真是五折 稅金也不會很高,因為之前買的稅金是很高的 現在是沒有計稅的,沒有計稅的就一個企稅到家裡了 現在企稅應該差不多是五至五千左右 所以這個單位如果是全前九六來的情況下呢 就是33萬以內就可以買到這個單位 你可以自己住啊,也可以做一樣可以出租給民宿的公司 一天可以拿到那個寬風啊,或是每個月都有收入的 平時呢,如果你想自己住的情況下呢 你可以打電話和民宿的公司打電話 二天我什麼時候過來這邊住 以及一家人,我過來這邊到家 周末,給大家看自己也沒問題 那麼這個單位的價錢呢,應該不會很高 相對於現在這棟樓的新房來說呢 其實它這個價錢已經是超順的了 哦,是呀,是呀,是呀,35萬真下 我現在的新房也不止這個價錢 新房這個樓層的價錢可能是去到差不多五十萬左右 哇,差這麼遠的,是不是很高 那麼,視頻前面的粉絲啊 如果是看到這個單位的時候 看過我這個視頻的情況下 如果是有興趣,可以送我的電話 都可以加我的訊息 或者可以直接打電話給我們 如果你們不方便的情況下 我們這邊也有張車去到年堂 或者是羅伏海要張車去接你們 接你們過來包食和包送 嗯,這樣子的情況下 或者是更加方便 還有我們起家做的服務都非常非常好 嗯,好,多謝大家的收看 那麼這個視頻呢,就看到這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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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